周末下午大朋友小朋友 来到台北原山花博广场 踏行放电 一旁还有市集摊贩各式展览 但两旁的花博真验馆流行馆 从2010年好市府启用至今 竟然还是临时性建筑 花博的真验馆还是流行馆呢 都已经转延15年了 不只是把临时性的建筑 变成永久性的建筑 还把它根本就是合法的为建 还可以说安全无遗就来无限期的展延 这根本就是只许周官放火 不许百姓点灯 中山足球场改建的真验馆 1989年启用 使用年限为55年 只要建物没漏水 防证结构没有问题 每年做好维护就能使用 北市産发局表示 真验馆考量长期规划执行效益 市府准合展延 至于流行馆因建筑材质特殊 无法取得永久执照 但可依需求按规定展延 只是使用期限也将在 2027年到期 议员呼吁市府说明后续的具体规划 认为市府可以多开几个公民论坛 增加意见交流 你可以听听看 这个民众对于花果的期待 以及使用需求 那未来来讲的话 因为整个 仁山公园区的该区域呢 是作为那个会展专用区 那会展专用区的话 我们就要考量整个后续执行的效益 去做一个整体的考量 那整个在114年会做一个整体的评估 画布园区域立平转型 要如何满足市民需求 考验奖市府的执行力 民事新闻潮起言开 台北报道 慢慢的